大家好,这里是木瓜电影 小白想要杀了胡哥 但在行刑的时候 胡哥杀死了看守的士兵 跑到了自己的家里 想要救走妻子和孩子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他的妻儿都已经被小白杀死了 而悲痛欲绝的胡哥 也昏倒在了妻儿的坟墓前 醒来后 胡哥发现自己被当成奴隶抓了起来 抓了他的人将他卖给了奴隶主财叔 财叔则让他去当决斗士为自己赚钱 另一边,小白顺利的当上了国王 还举办了一个决斗场的竞技活动 将所有反对他的人都丢进了竞技场 此生自灭 而财叔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刻带着胡哥也去报了名 一阵赶路后 财叔等人到了罗马的斗兽场 胡哥戴上头盔 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第一场决斗的胜利 此时在台上观看比赛的小白 没有认出带着头盔的胡哥 所以想要见一见这个勇猛无比的战士 于是就来到胡哥面前 命令他摘掉头盔 而等胡哥摘掉头盔后 小白立即认出了他 于是十分害怕的拂袖而去了 为了杀死胡哥 小白命令传说中的决斗士冠军 刀八哥杀死胡哥 但凡被胡哥反杀 于是小白又命令胡哥杀死刀八哥 但胡哥却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而是放了刀八哥 于是小白下令将胡哥抓了起来 在狱中的胡哥联系上了战良正直的公主 帮助他逃跑 但在半路上又被小白抓了回来 小白决定要跟胡哥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 生死不论 但在战斗之前先捅了胡哥一刀 第二天 身受重伤的胡哥还是杀死了废物小白 但自己也因为伤势过重死在了决斗场上 这是一部古龙马题材的电影 场面十分辉煌壮观 充满了刀光剑影 为了塑造出主角的英雄形象 导演在影片的一开始 就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刻画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古代战役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除此之外 本片的配乐水平也很高 慷慨激昂的旋律 与宏伟壮丽的画面搭配得十分完美 本片可以说是一部质量十分优良的史诗级作品 也因此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和奖项 值得每一位观众细心观赏